幻想无数步动视真格 这里是实战派最爱的恋爱地图2020 你真的知道跟女生如何约会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个问题 很多的兄弟在网上跟女孩子聊的火热 但是一到了线下约会 就像无头苍蝇一样抓虾 使得自己白白错失一段阴影 今天学长就给大家带来一份约会指南 帮助你在爱情的路上披荆斩棘 Let's go 很多男生喜欢约女孩子出来下午茶 约下午茶有几个关键点 第一个就是无论你约到下午茶的环境有多好 在女生没有提议跟她拍照之前 千万不要说来我给你拍照 很多男孩子觉得女孩子出来跟你下午茶 是为了拍张照片 那她是把你当工具人在使用 那么第二个点 你下午茶的话一定会有一些甜品 无论是什么样甜品 她都会给你准备刀叉 那么如果是这种很小的甜品 就算给你配了刀叉 你也不要去用刀叉去切 因为喜欢自己就是很屌丝 故作装逼 第三个就是很多人约女孩子来下午茶 她就一直想要聊天 嘴巴都说个不停 那么其实约女孩子来下午茶 要记住三期原理 说70%的时间 剩下30%的时间来享受和女孩子的相处 男女之间最恰到好处的点 是在于你不说话我也不说话 但是大家却不尴尬 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喝下午茶的一些小技巧 不知道兄弟们学会没有 今天好了女生吃饭呢 餐厅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次约会的话千万不要去太过于负利堂房的东西 会让女生觉得压力很高 但是也不能去路边堂 因为会觉得你很屌丝 当然你会让法拉利载她过去吃 也是OK 那么一般不要踩的一个方式呢 第一点是味道好 为什么要味道好 如果你跟她没有话说 但是菜让她觉得记忆深刻 加分也会加到你身上 第二个呢 你一定要熟悉 因为每一个餐厅它有很多的菜 那么哪一些菜味道又好吃又不贵的 哪些菜呢可能会踩雷 所以呢你一定要提前知道 这样的话你在点餐的时候 你可以给女孩子推荐 显得你生活呢也不要有情绪 那么第三个点呢 价格适中 你不会因为今天我花了大价钱去请女生吃饭 而对我们接下来的关系抱有期望 会影响你和女生相互的一个品尝期望 你会变得来对结果有所期待 不会去享受跟女孩子在一起吃饭的时间 当然吃饭呢 选餐厅 你一定要去吃个三点 今天我们请到甜甜的给大家聊一聊 约女生的那些细节 一般的男孩子约你的话 推荐大家什么样的时间 4点钟左右吧 最晚的话呢 8点钟之前 我们的建议就是你在约女生的话 下午的4点钟到6点钟这个时间段 是最好的 第二个问题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男生的哪一些行为 你觉得再也不会有下见面的 放来查户口吗 第一个呢 查户口都不喜欢 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放来最拨手 那么第三个呢 照片 照片呢 不要修得太过于稍微有点美化 其实才是能接受的 那第四个点呢 送东西 我觉得服装又好 要送东西是好的吧 就是种的东西还有廉价 还有哪些 他跟我约好的这种 像说明天咱们下午一起吃个饭 也要这样做 这个有数钱 公司也是 就是用一些高大上的旅游 爽约的 第一个不要查户口 第二个不要动手动脚 第三个呢 照片和本人不要差点太大 第四个呢 不要去送一些很廉价的 第五个呢 不要用一些 看似高大上 冠冕堂皇的理由去爽约 哦 对 而女生约会呢 你记住 要掌握天时地利人群 无论是约会的时间地点 或是关系的身高 都缺一步 今天呢 也是通过我们女嘉宾的第一视角 给大家来呈现的 女生在约会中的想法 俗话说 知己知彼 帮人百战 不待 看完这期干货 赶紧去约 你喜欢的女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记得数字三连 屏幕的二维码 扫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